这位呢是 这是英雅兄弟的一个帖子 说这个 当俄罗斯人 收入下降的时候 这个图片里啊说是 那个车臣的 那个总统 卡德罗夫的儿子 叫做亚当卡德罗夫 英雅兄弟这个帖子说 当俄罗斯人收入下降 民不聊生 如何让新年餐桌 显得不那么寒酸 绞尽脑汁的时候 但也有很多俄罗斯人 依然享受着普通人 想都不能想的一种生活 综合格斗选手 阿普杜拉赫曼 杜达耶夫在社交媒体上 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车腾总统 拉姆赞卡德罗夫 15岁的儿子亚当 卡德罗夫 佩戴的一块爱比手表 价值140万美元 身上的儿子亚当 这个LV包值 17万奴布 巴宝利的这个TC值 3万奴布 在全额85个联邦主体中 车身共和国经济排名 倒数第二 但这个毫不影响卡德罗夫一家的豪华品位 或许是为了以自己的偶像 凉凉 总统保持一致 据不完全统计 卡德罗夫本人收藏的手表总价值5亿罗布 其中最贵的一块法兰克穆勒的手表 价值1.87亿卢布 而他的儿子亚当 卡德罗夫同样如此 除了他这一块爱比手表 还有一块370万卢布的劳力士 还有一只价值3000万卢布的手表 也被人们在他的家中看到过 评论 整个车臣都是卡路三家的 带个几百万的奢侈品不算个事 让我想起来乌代之类的 乌代就是 伊拉克的那个萨纳姆的那个儿子 这种邪恶的这种东西 就是产生这样的东西 有人赞美他 当然了他赞美 你要看赞美他的人是一种什么情况 当然也有一些个赞美者 他们这个就是愿意活到这样的生活里去 可是世世代代他活不进去 被吸干了血 血 血